现在 现在 不要说年轻人 可能一个大老板要一个月要付个18万多 买个5000万的房子应该不是 太容易的事情 那如果再 再少一点好了 假设你可以试算 假设你今天带个1000万 然后你的年20年 按开始计算 一样的方式 他也会 这个再低一点 1.8好了 假设这么低按开始计算 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1000万的房子 其实台北市应该1000万买不到什么房子 现在应该这个 那再来就是说 我会把利率 1.8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可能要到小村里第2位 因为他这个地方 应该是里面是45路 OK那这边的话20年 49,646 大概一个月大概 1万块 然后利息总共偿还 跟银行借1000万的话 可能最后20年之后 其实是要还 多还 利息大概是 100 191万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另外就是底下还有个什么 重新记 重新输入 就把它清掉 非常简单 其实重新输入的话只要把里面放空之串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新增到资料库 如果说这个资料 比如说你刚刚这一笔资料 你想要怎么样呢 把它写入到资料库的话 这一笔资料库的